我们今天来谈一个余数蛮重要的应用 那就是那个推算星期几 那我先讲一个我几个月前在网路上看到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讲一个雄中毕业 然后后来念台大数学系 然后最后就是申请到哈佛 那中间其实跳级很多次 就是一个天才 那他里面就写他小朋友三岁的时候就看着日历 然后就会算出今年的某月某日星期几 那也可以算出去年明年的同一天是星期几 好那我其实我这边想要提一下 其实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当然是比较简单的 可是有时候新闻记者家其实没有一些概念 对为什么我说没有一些概念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我们就是说一年有几天呢 如果今天不是那个论年的话 像2014它是怎样 它是365天 365是多少呢 是7乘以52 刚好一年我们经常就习惯说有52个星期 对这52星期呢 这数字可以记一下 其实这52星期跟曝克白有52章有一些密切关系 那我们在另外一个影片里面再来介绍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7乘52加1这是怎样 这个是没有平年的时候 但是如果是论年的话呢 对如果是论年 就会7乘52再加上2 好所以我们以今年来看 今年的2014的1月1号 它是星期三 因为今年是平年 所以明年就星期四 后年就是什么 后年就星期五 但是2016是论 论的话就会再加上2 就变成7 那我们现在因为看星期几 就是看取7的余数 所以这边就变成是 7就变成是0 好这里就可以再加1 再加1 好那往前呢 往前就减1 就变成2 好那这一年呢 对这一年的话就是一个 那个论年 就变成0 好那接下来是6 5 4 好那接下来呢 再减2就变成2 好那再减 好这再往上 1 0 6 好那这里就要 扫2 就扫2 就变成4 那接下来是那个 3 2 1 那这里要扫2 扫2就变成是那个6 好所以 那这个是推1月1号的 你要推几号都可以 就是你要主要注意那个平年跟论年 好那待会呢 那我们想要再来看 就是说 如果今天是随便给 某年某月某日 怎样可以很快的心算 对我们就是希望 大概在30秒内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心算 其实不是很难 但是我们就是要归纳出一些方法 让他可以在心算里面做到 慢慢算当然是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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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